大家好 欢迎您观看韩媒频道 我是韩媒 今天是2019年4月1日 星期一 今天的视频呢 我想跟大家聊一聊 就是最近这个蔡英文啊 蔡英文呢 就面临着2020年的大选 但是呢 蔡英文是内外交困啊 她在民进党内部呢 她受到了逼宫 那在外部呢 受到了来自于国民党的压力呢 也不小 尤其在韩国瑜到大陆走了一圈以后呢 收获满满 然后这是严重的打脸蔡英文对大陆封闭的这个政策 那蔡英文怎么办呢 蔡英文最近她做了一个挺惊世骇俗的一件事情 她就利用她这个现在她在任 她在台的这个优势 她就把封存了很久的蒋介石的一些个手令 当年的一些个手令她给放出来了 她给曝光了一批啊 一批原始的蒋介石的手令 那这个放出来之后呢 国民党那边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反应的 大家都认为呢 这些放出来以后呢 是打脸国民党 那国民党是有什么反应呢 国民党就是说那个蔡英文你放出来这些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国民党这边一质疑这个蔡英文以后呢 大家就对国民党的这个反应呢 又有一个看法 就觉得呢 就是说国民党呢 没有去质疑这些个手令的真假 而只是来质疑蔡英文的动机 那就是说这些手令都是真的 下面呢 我们就来看一看 他公布的这些蒋介石的手令都有哪些 根据这些档案呢 就可以证明啊 张学良晚年为了顾及蒋介石的不杀之恩 而自愿为蒋介石背锅 背哪些锅呢 就是当年日本人从占领东北开始 蒋介石呢 采取的就是一个不抵抗的一个政策 其实呢 这个呀 我们早就知道 蒋介石他有一个写日记的习惯 蒋介石的日记在很多年以前 就已经是被蒋介石他们的家族 把这个日记呢献出来了 献给了美国的这个胡佛研究所 他是一个智库 这是美国的一个智库 现在蒋介石的这个日记呢 就保存在胡佛研究所 应该是谁一样想看的话呢 都可以去看 有的研究这个蒋介石的学者呢 就去看了日记 曾经呢 还做了节目 详细的跟大家介绍过蒋介石的日记 那他在这个日记里面呢 他就是说的就是不能抵抗 为什么说不能抵抗呢 因为呀 中国和日本的军事力量对比悬殊太大 悬殊太大 如果说抵抗的话 无异于以卵基石 如果你以卵基石的话 你一下就完 但是 你这个卵如果不去基那石的话 你还能存活一段时间 这是他日记里面的内容 那现在呢 蔡英文解密的这些个文件里头 也反映了这段历史 蒋介石呢 不仅说他立了一个不抵抗的一个政策 而且跟日本人等于说采取了一个配合的态度和这个策略 918事变以后呢 蒋介石就连发电文 充分表达了对日方的关怀 1931年9月20日 也就是918事变的第三天 蒋介石呢 就给地方长官发了一份电报 要求各地长官一定要保持克制 虽然日方侵略 但我们不能动 同时呢 还要严格镇压老百姓的抗日运动 不能伤害友邦 沈阳日军与我冲突 我政府正严重交涉中 这是这个蒋介石的原话啊 各地方民众爱国心理直冲动 自所难免 但切不可有激烈反日运动及报复报举 免人更有所忌口 使外交易线困难 应力持镇静 严守秩序 请兄负责维持为恙 1931年10月7日 日军军舰开到了镇江 蒋介石呢 再次发电文 命令地方警察局要照顾好日本海军 要关怀备置 还要帮他们买菜送到船上 他是这么写的 日海军明日又来镇江 增加一艘 请注意 如其水兵上岸买菜等事 最好分与其交涉 由当地警局为其代买送船 以免纠纷 他们同时还公布了什么呢 还公布了那个和媒协定的原稿 原来呢 蒋介石和那和英卿一直高喊人说 卖国的和媒协定不存在 实际上是存在的 他们公布出来了 这个啊 蔡英文公布出来了 有这个和媒协定 而且他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条 这个呢 也挺打脸国民党的 1935年5月一通过1933年签订了 唐姑停战协定 将其群劣势力渗透到华北的日本帝国主义 又向当时的中国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何英卿 提出了对华北统治权的无理要求 国民党当局在日本的威逼利诱下 又一次屈服 就签了这个和媒协定 有这个协定 这是关于就是抗日期间的 抗日期间的这些 蒋介石呢 确实是一个不抵抗的 然后呢 还有一部分内容是什么呢 就是关于搅供的 蒋介石搅供 手段呢 非常的残忍 他在1931年的8月16日的时候呢 蒋介石在写给赵关涛魏力皇的首令中 是这么写的 大小各村庄物权烧毁 物移 就是大小的村庄一律烧毁 不要有移漏的 然后移动可也 烧毁完了以后呢 再撤离转移 反我军所到之处 为匪化太深 不以防守者 皆可焚毁 很厉害 他命令国军所到之处呢 焚毁所有的村庄 所谓的石要过刀 毛要过火 人要换种 便是如此 8月21日的时候 蒋介石还不放心部下的手艺 开始下手令给熊世辉 详细布置如何进行烧杀 细化掉了如何放火 如何烧杀 他这么写的啊 他说 对匪朝只有焚烧 乃能解决 请派飞机设法暂停轰炸 而专用火油 在运烧之区域内 使皮带或分水壶分布火油 如此分化地区 美区约焚两三日 实斐恐慌不能立足 狠不狠 真狠啊 当时用火油来烧 咱们从小看的这个共产党宣传的电影电视里面好像没有 没有这个情节 1933年8月30日 蒋介石给时任 玉鳄碗边区 缴匪军总司令刘振华 鳄乡边区 缴匪军总司令徐源泉下达首令 要求对鳄玉碗苏区进行大烧杀 蒋介石还在电文中卖动学问 讲搅字的意义 要求国军对苏区民众斩草除根 杀戮殆尽 他是这么写的啊 他写的是 黄川刘总司令 沙氏徐总司令密 匪化 以深知区域 非准各部队官兵尽量之烧杀 不能铲除匪根 就是除非各个部队官兵尽量烧杀 不能铲除全部的共匪 是这意思 寄推搅匪之搅字 他说搅匪的搅字 其意义 一必以刀入匪朝 杀戮进境之意 他说那个角 上面三个那个 然后底下一个果 旁边一个刀 那个刀 意思是说这个刀啊 一定要进入匪朝 他左边一个朝 右边一个刀嘛 他的意思就是 刀入匪朝 才能杀戮进境 否则不足进脚匪之意 而乃养匪一患而已 物令各部 烧杀物论为要 下面签的是中正两个字 说这蒋介石是基督教 是基督教 但是也不手软啊 不过这是抵我矛盾 那会儿就已经是 抵我矛盾了 对吧 抵我矛盾 目的就是消灭对方嘛 但是他也没消灭得了 历史不能重演呢 对不对 说是那个 蔡英文公布的这些呢 蔡英文一方呢 就说是打了国民党的脸 那到底打没打国民党的脸呢 我觉得 看怎么看了 对吧 历史过去了 已经过去了 那当初 蒋介石刚到台湾的时候 那会儿蒋介石也是独裁呀 对吧 当时是独裁 蒋介石呢 用的那些手段 以前咱们不知道 现在的言论自由了 有了沟通了 尤其是我们海外的 对吧 和台湾之间呢 可以自由的沟通 那我最近呢 我有在讨论一些台湾的事情 也有一些个台湾同胞 他们接了我微信 跟我沟通 尤其是呢 最近有一位 还比较有一定的重量吧 身世呢 跟普通的人呢 有所不同 我也不是很清楚 是一位先生 还是一位女士 应该是一位先生吧 祖上吧 有一定身份的 只能说有一定身份的 曾经是国民党重要人物吧 国民党当中 他就跟我说呢 就说在台湾 蒋介石统治的时期啊 也是一个独裁 然后呢 对民众也极尽洗脑之能事 对民众洗脑 对民众撒谎 等到他们就是 到后来呢 他们逐步呢 就能够了解到 尤其是等台湾 实行了民主之后 有很多那个 外面的世界呢 就开放了 然后呢 了解很多事实呢 就发现 他们从小 所受到的那个教育啊 国民党在台湾 对他们民众 也是进行洗脑的 有很多都不是真的 不是事实 就是共产党呢 在大陆 不告诉我们事实 然后呢 对我们那个 说了很多洗脑的 那个不实的 关于国民党 国民党也同样的 对于大陆的那个 共产党呢 也对台湾的民众 进行洗脑 说了很多不实的东西 等到台湾 这个两岸 都开放了之后呢 有些台湾人 就要大陆来 哎 发现大陆 不是像以前 国民党宣传的那样啊 并不是 尤其是近些年 大陆的经济发展之后 对吧 发现 哎大陆并没有那么那么可怕 同样的 我们大陆呢 现在呢 跟台湾走出国门以后吧 我们大陆的走出国门以后 就发现 哎外面的世界并不是我们从小 所受的教育那样的呀 但是历史已经成为历史了 已经成为历史了 尤其是对于台湾来说 对吧 以前国民党时期 蒋介石 他还是一个独裁呢 对不对 但是现在台湾已经是一个民主的政体了 对吧 现在的国民党和以前的国民党 应该是都不一样了 对不对 以前蒋介石 对吧 用共产党的话说 他就老想着反攻大陆 对吧 共产党就说人家是反攻大陆 那实际上就是统一呗 但是现在国民党呢 也不提统一了 对吧 台湾现在他们的政治口号就是 不同不独不武 三不对吧 不同就不同一啊 都不提统一了 那这个国民党和那个国民党 其实都不是一个国民党了 所以说你现在蔡英文再拿出来 蒋介石那会儿一些首令 对吧 那种抗日战争时期和国共战争时期的 这个首令拿出来 对现在的国民党你说打脸他 其实也打不了脸 对吧 那就看怎么看了 现在的国民党你要是说 他还在极力维护蒋介石以前的一些个做法 政策呀什么的 那就会打脸 如果他们并不维护以前的 对吧 那就不打脸 比如说就是跟中国大陆似的 对不对 你比如说习近平 他小的时候 对吧 他也是一个文化大革命啊 也是一个受害者 对吧 他还去上山下乡 对吧 习近平他也到那村里 他如果不去那个村里下乡的话 那他肯定他得那个正儿八经的上大学 那肯定是没问题 对不对 他们那些个高干子女 好多都是北大逼 像要学法律的话就去北大了 习近平也是一个受害者 然后呢 他的父亲 在文化大革命当中 也受了冲击 对吧 你说是不是受害者 受害者 你要说拿那会儿毛泽东说的话 来说 你就是打脸现在的共产党的话 其实算不上打脸 因为他们也没有义务去维护 那会儿的共产党 对不对 没有义务去维护他们 你不去维护他们 说什么打脸啊 就跟人说 那个什么 要是共产党在大陆干个什么 然后又说 打脸还没一样 打我什么脸 跟我有个毛关系啊 我只是评论一下而已 对吧 我又不去维护他们 然后打我什么脸啊 你要是不维护 就说不上打脸 所以对国民党 其实说不上打脸 相反我对这件事啊 有一个挺深的印象 这个印象是什么呢 我就认为 这个国民党 他们如此的尊重历史 你像蒋介石的这些个首令啊 无论什么时候把它翻出来 对吧 应该说 它不是一个特光彩的事 无论什么时候都不会成为一个光彩的事 对不对 他不见得打现在什么 现代国民党的脸 但是一定打蒋介石本人的脸 对吧 就说这不是一个什么光彩的 蒋介石那会儿 他自己 他为什么不怕这些销毁呢 对吧 到了他儿子手里面 他为什么不怕他爹的这些个东西销毁呢 对吧 就说明他们还是很尊重历史的 这些东西全都留着 蒋介石那日记 人家他们家族给献出来了 对吧 我就觉得人家还是很尊重历史的 这一点真的是应该是点个赞 应该点赞 对吧 我就不说谁了 对不对 你说要是自己有污点的那些 是不是就早就销毁了呀 对吧 在那个中国历史上 美朝美代也都有那个史观 对吧 有的皇帝呢 他就会要求那史观 就写他好的地方 不写他那个不好的地方 所以我们看到的历史呢 他也不是说百上百的就是正确 起码呢 他就是会选择一下呗 有一些记有一些不记呗 都有可能有 但是蒋介石这个 这些东西 他自己没有销毁 对吧 还有显然蔡英文 现在把他拿出来 他确实是 应该是 他有这个目的 就是打脸国民党 对吧 但是呢 我从这件事就看出来 人家国民党 尊重历史 从来没说 把这些东西销毁了 有的人有可能说 历史你就是不能销毁了 那可不一定 那看谁了 对吧 然后这是关于这个 打脸国民党 我是这么认为的 你要是现在的国民党 已经不是以前的国民党了 你也没有必要去维护他 你不维护他 谈不上打脸 另外一个呢 就是没有销毁 这个绝对是一个 值得点赞的事情 然后就说 有的人说 你这个打脸国民党 还打脸这个民进党呢 打脸民进党在什么地方呢 打脸民进党就是 这个民进党呢 是主张台独的 对吧 他主张台独 台湾和大陆没有关系 那你现在已公布了 对吧 你公布了中华民国的 以前的最早的总统 对吧 他不是中华民国最早的总统啊 但是在台湾最早的总统 对不对 他统治了那么多年的一个台湾 也叫中华民国 对不对 你现在公布了这些 翻出来说 在讨论 想当年 一个大中国的时候 那打脸不打脸民进党啊 你忘了 这是一个大中国了 对不对 从这方面来说呢 他也打脸民进党 那打脸不打脸共产党啊 共产党一直说什么呢 一直是说 为什么共产党 把国民党打到台湾去了 对吧 为什么蒋介石 对吧 他是正规军 对吧 具有那些个黄埔军校毕业的 那些个 中国正规训练的那些个军官 然后呢 武器都是精良的 还有美国的支持 对吧 但是 他被打到了台湾 共产党一直说 为什么 因为 得民心者得天下 失民心者 失天下 共产党能够胜利 就是因为得民心 这是最重要的 但是 但是 当初 对吧 确实是得了民心了 当初 什么打着主板 跟老百姓宣传的那样 对不对 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 红军就是播种机 红军就是宣传机 红军就是什么什么什么 对不对 没错 打着主板走了一路 跟老百姓宣传 他们会为老百姓 怎么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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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毛泽东站到天安门城楼上说 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站起来了没有呢 现在中国人民是站着呢吗 还是躺着的 站的话站在哪 对吧 这我觉得呢 这也打脸共产党 蔡英文公布的这些呢 谁的脸都打了 这是我的看法 但是呢 都不认为自己的脸被打了 都认为别人的脸被打了 在老百姓看来 我也不知道老百姓在我看来 谁的脸都打了 好 今天的视频呢 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